我重生成了一条狗 还是专门拆家的哈士奇 但幸好 我的主人是个顶流明星 他虽然平时对外高冷 但回了家对我还是又抱又亲 我能感受到他的孤独和对我的宠爱 我猜他一定是把我当成了恋人 这天 我的主人欣然接到一个噩耗 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喜欢的人 竟然要离开他 回家生孩子去了 没想到失去保镖的第一晚 我就遭遇了狗生的最大打击 我发现我被绿了 这天晚上正值公司的新年年会 欣然除了给大家准备丰盛的礼物 还有自己的首创歌曲 但就在他回后台幻眼出幅时 突然遭遇了鬼打墙 凌凌是在演唱会后台的走廊 在他眼里却是一条 透着诡异的红色古老长廊 长廊的镜头还站着个男人 欣然好奇地走上前查看对方是谁 没想到见到男人后 他彻底失去了对大脑的控制 转身就走进了房间 等他回过神来 男人已经将房间门关闭 欣然立刻质问对方是谁 可上一秒还在门口的男人 突然闪现到他的面前 一把将他抵在巨大玻璃窗前 张开獠牙就对着他的脖子 砍尸下去 奇怪的是 欣然并不觉得痛苦 反而感受到一股一样的萌量 根本忘记了挣扎 而此时舞台上 大家都在等待欣然线上 他的压轴表演 在倒数十秒后 所有人的期待都达到了峰值 但舞台上依旧不见欣然的身影 突然舞台上传来他的求饶声 众人投去视线 发现一向高冷的欣然 此时此刻竟然跪在公司欣然面前 称呼他为主人 并且连连求饶 观众一眼认出 这男人正是公司欣然固身 欣然似乎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低山凌乱地恳求主人给他赏赐 甚至迫切到眼泪直流 台下粉丝直呼大跌眼镜 纷纷感叹他房了 平时最喜爱的冰山女王 私底下竟然是个这副德行 没想到接下来固身 伸手诡异地摸了摸欣然的脖子 拉起他在大庭广众之下 朝他的脖子仰去 现场欣然的女粉看了 直接晕了过去 而此时被关在后台的 我感受到了主人有威胁 立刻对天长豪 希望主人能被自己唤醒 粉丝眼中的高冷女王 竟然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 像着魔一样 会求陌生男子稀罕自己 现场粉丝一片混乱 欣然的女友粉气地 当场昏了过去 就连她的爱权也意识到自己被绿 高呼一声 瞬间将欣然唤醒 意识到自己正在舞台上 她立刻正脱开男人的怀抱 质问她到底是谁 但对方只是一个眼神 就让欣然不受控制地跪在地上 欣然的意识清醒 但根本无法挣脱束缚 身体不受控制地一直磕头 这时她的女友粉不相信 偶像会是这样的人 冲上来就要找男人的麻烦 没想到直接被男人单手 抓住脑袋拎了起来 被当场变成一具干尸 一直将头埋在地上的 欣然看不到状况 直到下一秒 女友粉被男人一把甩到地上 大家才经声尖叫出人命了 这时一直趴在地上的 欣然发现自己能动 立刻从后台溜走 此时眼波厅大门被反锁 男人红着眼走到这些观众身边 立声警告 都怪你们 害我的主餐跑了 说完就近吸干了一个 无辜男人的血 这下大家都慌了拼命想要逃走 此时逃到大楼外的欣然立刻报警 但警察听说有吸血鬼出没 还以为是开玩笑 欣然赶紧解释 刚才看到出人命下赏 原本欣然准备在大楼外 等待警察的道理 但放心不下粉丝们 还是决定掉头回去看看 他来到眼波厅外 却发现大家都已经熙熙攘攘散场 没有任何人惊慌失措 欣然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但还有人记得他刚刚在舞台上 向男人求饶的那种 可没人记得那个 为了他变成干尸的女友粉 欣然越想越奇怪 就在他四处寻找时 男人突然出现在身后 叫他不用找 你找的人已经不存在 除了你我 不会有人记得 恰好此时接到电话的警察已经赶到 欣然立刻招呼他们过来 指着不声说 他就是吸了自己两次血的大恶魔 说完还特意露出脖子上的伤痕 警察看着这猝不及防的狗羊 记录的手就停了下来 无论是谁都会将这 当成是情侣间的吵架 看到警察这个表情 欣然拿起手机才发现伤口消失了 为了保护自己 欣然干脆以这两颗草莓为由 说这个男人猥亵自己 成功让警察将其带走 但刚刚发生的那一切 不是吸血鬼你会信吗 这个女人只是浅浅地睡了一觉 她就光怪流利地变成了一条狗 而她养的哈士奇 欣然摇身一变成了帅气的小狼狗 欣然醒来后发现这原来是一场梦 意味深长地望向面前的二哈 欣巴 你说你要是变化人形 穿不穿衣服啊 看着欣巴欲言又止的样子 不等她回答 欣然已经大喊肚子饿 埋怨欣巴都不会给自己叫份早餐 真是条没用的二哈 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 今天的肚子异常地饿 回想起昨晚被吸血鬼啃噬的感觉 非但不难受 还叫人很是舒服 她清楚地记得自己被咬了 但是她完全没印象 自己是如何从化妆间走到舞台的 吃完早饭 她打开了社交媒体 果然哭天带地 全是她昨晚失态的新闻 这名女星欣然人设崩塌 哭着给一名男子下跪 姿态极其低微狼狈 粉丝大呼无法接受 欣然知道 这一切一定是马贤超那老头搞的鬼 秘书也在这时发来消息 提醒她新闻已经压不住了 这次事故 让大家注意到了 欣然为之下跪的这个新人模特 甚至有传言是欣然的男友 大家纷纷猜测 她是在用这种自毁的方式炒作推出新人 只有欣然知道这个男人有多可怕 但幸好 她已经被自己弄警察局去了 心想昨晚出现的各种幻觉 一定是马贤超搞的鬼 这世界怎么可能会有吸血鬼呢 为了以防万一 欣然决定去警察局看看情况 没想到去警局一问 警察竟然说这个人没来过 还说昨晚不是他自己误报警吗 还跟他们检讨道歉来着 事后欣然觉得不可思议 但警察和那个男人非亲非故 也不可能撒谎 他冷静下来 回想起这种记忆错乱的情况 从昨晚到现在 不止发生过一次 到底是他记忆出现了偏差 还是真的有非人类的生物存在呢 他是家喻户晓的高冷女王 却被人操纵 在舞台上向男人下跪求饶 到底是药物作损 还是真的有操纵心灵的吸血鬼 欣然说什么都要弄清楚 那个男人的身份 他来到公司门外 准备和男人当面对质 而此时马贤超 正看着网络上流传的 欣然的沙雕视频跑步大笑 没想到高冷女王 欣然也会有惊天 他对这个叫顾深的欣然 很是满意 准备把他当作公司的主推一人 但顾深全程盯着手机并不理会 让马贤超觉得他可能和欣然一样 也是个难搞的角色 片刻后 顾深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他盯着大门 感受到他的猎物就在门后 站在门外瞅出了许久的欣然 终于鼓起勇气推门而入 至少要问清楚他那真爱粉的事 两人对视一眼 房间内立刻冷了几步 马贤超见视频的女主角登场 故意调侃道 出事了才知道来公司了 告诉你 就算你求我也没用 但欣然的目标根本不是他 他越过马贤超直接和顾深搭话 顾深是吗 我有话问你 这里太吵 我们换个地方说 下一秒顾深就闪现到了马贤超身后 一掌将气拍晕 这瞬间一动夹手刀 看得欣然为之一惊 不等他回过神来 顾深已经来到他的身边 悄悄关上办公室的大门 顺势将他抵在墙上 现在安静了 什么是说吧 在他强大的气势压力下 欣然变得结结巴巴 果然这个男人一靠近他就不舒服 突然 顾深将他一把搂进怀中 吓了欣然一跳 生怕他会再次操纵自己的想法 或吸他的血 欣然努力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 断断续续地问出 他是不是给自己下药了 还说要把他送到巴黎 说完他就害羞地别过脸去 这个姿势实在是太尴尬了 没想到顾深不按常理出牌 他不但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 还反问道 你难道什么都没有想起来吗 欣然一脸猛逼 想起什么 他推荡着想要挣脱顾深的树 没想到突然被他捏住了下巴 叫他住 下一秒松开他时 欣然像被抽干的力气一样 跌倒在地上 原来 顾深真的是个吸血鬼 3000年前 他因一股神秘力量陷入沉睡 如今苏醒过来 而欣然就是他的血图1647号 难怪他要一直追着欣然不放 但都已经21世纪了 欣然还会甘心做他的奴隶吗 他是沉睡了3000年的吸血鬼 如今在21世纪醒来 发现人类文明发展飞快 他决定用社交媒体来重新发展自己的子民 快艾特一个朋友带你躲进安全屋 一起躲避吸血鬼 布深点开社交媒体的主意 让欣然扫这个方便自己找他 没想到 得知他真实身份的欣然突然嚣张起来 直接叫他闭嘴 你这个垃圾都什么年代了 还来奴隶社会那一套 老娘才不是你的血部 欣然的反抗明显惹怒了布深 他突然严肃地警告血部1647 自己不喜欢吃快餐 如果你不想和那个女孩一样彻底消失 就给老实点 做好一个奴隶的本分 欣然这才想起消失的真爱粉 质问道 你杀了他 还让所有人都失忆了吗 布深毫不避讳地承认 人是自己杀的 但令人失忆的是他们现代人的技术 这些人类本来就是自己的食物 是他们自己忘了本分 欣然担心他一怒之下也会干掉自己 只好假意服软 没想到布深拿出手机 叫他扫一扫添加自己为好友 用他们现代人的方式成为自己的子民 这计划听上去雄伟壮鬼 但欣然仔细一看 呵呵啦 就这点粉丝数 布深还洋洋得意 说他们现代人很有眼光 自己刚刚注册就有了三百个拥护者 真是庞大的数量 欣然提议他看看自己的主页 布深兴致勃勃地点开欣然的头像 粉丝数量竟然是三千万 这下欣然可以奴仆翻身了 他捡起包包居高临下的笔一刀 想当我的主人 至少你所谓的子民要比我多吧 你这刚入行的小老六 欣然的不禁彻底激怒了布深 成功让他显露那双新红色的眼睛 欣然早有防备 他掏出防狼喷雾槽对方猛吞 布深果然中招 意识之间什么都看不见 欣然意识到 他的弱点就是眼睛 劝他别揉了 一个小时之内都不会恢复视力 首战到节 许得胜利的欣然立刻向布深宣布 你给老娘听好了 我欣然是新时代女性偶像 不可能是任何人的奴隶 你要想弄清楚我为什么这么厉害 你得从小学素质教育到五年高考 三年模拟 全给我学习一点 见他如此嚣张 布深恶狠狠地瞪了欣然意识 他立马拿出防狼喷雾口 果然将他制的服服贴贴了 狠狠发泄一两顿后 欣然转身就走 顺便还踢了马贤超一脚 这一切都拜他招来的欣然所赐 布深好不容易派着欣然走远 起身象征性地骂了几句 人类对战吸血鬼的第一场战斗 以欣然潇洒离场结束 但布深会这么轻易放过他吗 这个外表高冷的独居女人 竟然对自家狗来了兴趣 伸出腿来打烂狗子的颜值 欣然让他帮自己洗脚 快爱特的小伙伴一起进安全屋 看小狗狗如何洗脚 自从白天首战告解后 欣然就充满了斗志 他竟然对复国的吸血鬼放狠话 但同时他也恢复了一些前世的记忆 前世他竟然心甘情愿地讨好主 对此 欣然极力否定那不是真正的自己 他一定不会屈服为奴 另一边 刚从防狼喷雾中缓解过来的布深 决定和马贤超联手 致志这个不听话的家伙 布深承诺自己一周后 能让欣然跪下来道歉 但要求马贤抄给自己一本惩罚口 而这一周 是欣然度过的最黑暗的一周 各大媒体热搜 都是他的人设崩塌 很多品牌都吵着要解决 但现在这些都不是欣然关心的 在继续他的美好生活之前 必须先解决那个吸血鬼 这段时间他到处寻衣问药 但没有医生知道血糊禁止这种病 也检测不到他身体里的任何异常 这段时间 他前世的记忆也恢复了护手 虽然都是零星的骗人 但有一段记忆他十分在意 三千年前 吸血鬼和狼人常年互斗 吸血鬼明显不是他们的对手 狼人似乎能和吸血鬼抗抗 但该去哪找狼人呢 欣然正在苦恼寻找狼人 对付吸血鬼的事情 星巴突然跑来藏脚舔他的脚 欣然转身看了他一眼 突然想起狼人 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怪物 竟然挑起星巴的头子戏打扬 远古时期 吸血鬼和狼人都以人类为食 根本不把人类放在眼里 那种野兽 估计不把他吃掉就已经是万幸了 想到这里 欣然一脚踹开了星巴 放弃了这个念想 当物知急是今晚血不尽致发作的时间 一周一次 每次都是深夜十二点 欣然已经准备好了安眠药 等会顾身药是不出现 他就一觉睡到大天亮 如果十二点前 他主动找上门 欣然就会让他体验一下高科技的威力 忽然门口传来动静 欣然有人在输入密码准备开门 知道他家密码的只有高点 这个时候要是不生出现 他就有危险了 欣然二话不说 冲过去将门关上 门外的高点猝不及防 挂着彩探头询问 极美让我进去一下好吗 欣然视死不从 但他这个娇嫩虚弱的美少女 怎么敌得过力大无穷的高点 这下糟了 要是吸血鬼现在来了 发现两个女人该吸谁的血呢 女孩深夜带着男友来找好闺蜜兜地主 还没开始就被闺蜜赶了出去 只因他今晚有位特别的客人要招待 关上门后 欣然立刻痛苦地倒在地上 血脯静置已经开始 他脖子上红色的印记开始出现反应 欣然知道这种契约 会让他停止思考 主动去找吸血鬼献上自己的一切 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别人的玩具 欣然强称地站起来往窝室走去 拿出来准备已久的电棍 趁着现在还有点意识 直接把自己电晕了过去 而此时的吸血鬼故身正坐在KTV 饶友兴致地等着欣然的到来 三千年前我能让你沉浮在脚下 今天就有办法收服你 只不过现在成了大明星就敢对我嚣张 今天我定要你身败名列在大家面前丑态摆出 几个男人各怀鬼胎地笑着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欣然迟迟没有出现 突然门口传来敲门声 顾身得意地看过去 却是个兔耳朵的家伙来送外卖 众人对顾身发出无情的嘲笑 吸血鬼也是要面子的呀 从KTV离开后 他一脚踹开欣然家的大门 看着店的不省人士的欣然 气得火冒三丈 你这该死的血谱 竟然敢害我当众丢脸 星巴看着突然闯入的陌生男人 竟然敢对主人图谋不滚 他想都没想就扑了上去 却被顾身一脚踹晕 随后控制着一盆冷水 从欣然头上淋下 他饶有兴趣地等着欣然的醒来 我倒要看看当着我的面你能扛多久 被颇醒的欣然慢慢睁开眼 看着眼前的吸血鬼在那得死 情急之下竟然忘了自己原本的计方 是先去厨房拿大蒜呢 还是去拿电棍呢 看到这一幕顾身邪魅的一笑 血谱我命令你爬过来 听到命令后欣然意识开始模糊 不受控制地往他身边爬去 但前意识里欣然还是保持着一丝清醒 他告诫自己不要这么卑微地活下去 随后趁着顾身得意忘形 血谱尽致威力变弱时 欣然急忙爬上了窗户 这一幕直接把顾身看得出什么 直接脱口而出 你就这么不喜欢留在我身边吗 原来千年前欣然就是这么倔强 为了反抗吸血鬼的羞辱 一次次地结束自己 又一次次被复活过来 但每次复活 身体都会残留一个新的吸血鬼的血清 在大家都认为他肮脏时 身为王的顾身不顾陈明的耻笑 把他留在了身边 看着欣然一副求死的样子 顾身心里五味杂陈 他不允许他再次擅自离开自己 只好威胁道 你不是很在乎你的粉丝吗 你胆胆跳下去 我就让他们下去陪你 欣然知道顾身说得出作得到 他只好乖乖地爬下窗户 顾身没做停留 瞬间移动到他身边 冲着他脖子就要咬下去 情急之下 欣然胡乱抓了个东西抵挡 只听熬的一声惨叫 顾身一口咬在星巴的屁股上 枪的他吐出了一嘴狗毛 他恶狠狠地将星巴摔了出去 然后继续享用他的美餐 就在他的牙齿刚碰上欣然的脖梗时 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欣然 放弃所谓的自尊和挣扎吧 好好享受王带给你的长寿和不老龙眼 欣然刚要闭上眼睛 接受这不堪的一声 突然一道强光刺醒了他 被丢到角落的星巴竟然变成了人形 散发着淡淡光辉朝他们走过来 刚刚是谁 咬了我的屁股 我重生成了一条狗 这天是我最灰暗的一天 一个吸血鬼闯进我的家里 不仅打了我的主人 还咬了我的屁股 当我再次醒来时 我居然变成了人形 看着他正在欺负主人 我愤怒地走过去准备为我的钉报仇 但主人平时教导我 要懂得礼貌 看到主人的眼神 我很是为难 我慢慢走到他的面前 露出灿烂的笑容 嗨宝贝 忙着呢 今天有没有点赞吗 他居然用白痴的眼光看着我 这可怪不得我了 我要让他清醒点 直接把他按在墙上摩擦 看着主人跌坐在地上满身的伤痕 我更加愤怒了 举起拳头决定审判他 欣然看着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不敢相信自己的小奶狗 居然变成了人类 还一拳打败了吸血鬼 但眼前这个和自家狗子 相同发色的男人 让他不得不信 突然星巴发出嗷嗷的叫声 看着空空如也的墙面 瞪大了眼睛 明明把他镶在墙上当照片了呀 怎么突然爬到我身后了 贵为王的故身 哪受过这种耻辱 讽刺着星巴是个 穿不起衣服的狼人 星巴不怒反笑 小小吸血鬼 你得给我道歉 看着星巴这么大气 欣然居然泛起了花痴 以为星巴是让吸血鬼给他道歉 可星巴帅不过一秒 紧接着吐出一句 你刚刚咬我屁股了 我的意思是你给我屁股道歉 纵然活了上万年的吸血鬼之王 也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 羞红着脸半天憋出一句话 你别污蔑我的人格 星巴见他不想对自己负责 转过身来展示着自己身上的牙印 但他忘了自己有再生的能力 牙印早已消失 不想冤枉人的星巴 提出要求让他再咬一口 欣然害羞地睁大了眼睛 连忙劝说星巴 裸着就算了 你别再扒了 物身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这个狼人是刚才那个狗子 星巴见调戏的差不多了 上去就勒住他的脖子 两人你来我网斗的不亦乐乎 场面过于凶残 可怜的欣然只好到处闪躲 他可不想自己漂亮的脸蛋 多出一条伤疤 此时的固然发现眼前的狼人并不简单 居然能跟上自己的速度 决定使用竞技的能量一举拿下星巴 星巴见状也收起了弯心 把全身的能量聚集起来准备迎战 星巴看着满屋子的家电都飞了起来 很是心疼 只好小声叙了几声让他淡定下 但没想到两个怪物同时看向了他 顾身的眼神变得柔和了起来 以为欣然是在担心他 星巴则是一副委屈的样子 我可正在决斗呢 你有话快说呀 欣然慢慢地走向星巴 劝他放下家电 咱们可不能学那个吸血的人拆家 星巴虽然很听话地放下了家电 但嘴里抱怨着是那家伙先拿起刀 星巴连忙抚慰星巴 你可以把厨房的大蒜都喂给他吃 这下有了星巴的支持和大蒜的加持 星巴直接空手接白刃地和顾身贴身近战 不大一会顾身就坚持不住了破坑而逃 星巴刚要上前去追就被欣然拦住了 理由居然是不想让自己的狗子被别人看光 看着欣然这么关心自己 星巴直勾勾地走向了欣然 吓得欣然脚下一滑险些摔倒 还好被欣然及时抱住 还贴心地在地上放上了抱枕 欣然你要怎么卸我呢 这个二哈被吸血鬼咬了一口 欣然变成了人类 不仅打跑了吸血鬼 还特别能撩 看到主人受伤了 她贴心地把欣然抱到抱枕上 举起她的脚按摩着 欣然被这一幕修得满脸痛苦 虽然她是自己的二哈 可现在她变成了人类 还是个裸男 她误以为星巴是贪图她的美色 一脚就把星巴踹了出去 还惩罚她坐一零零零零零零零个火卧撑 为了让场面不那么尴尬 她跑去卧室给星巴找衣服穿 可她的衣柜里面根本没有大号的衣服 正在范畴时 星巴突然跑了自己 委屈巴巴的低头自语 我想我想可以吗 欣然直接断了她的念想 不能想想也有罪 这可把星巴说懵了 难道想一想也有罪吗 愤怒的星巴直接给她来了个弊动 凭什么不能想 我给你当了半辈子舔狗 刚刚还帮你捏走了吸血骨 你就一点都不知感恩的吗 听完星巴的表白 欣然的脸更红了 以为她是想和自己羊了的羊 但转念一想 星巴确实挺优秀的 完全符合自己的神秘 可她也算是青梅竹马 那就让这个夜疯狂起来吧 可等来的却是星巴的严厉碰锁 我狗生从没见过你这么恶劣的主 人家那么棒只是想吃饭 不给我吃饭就算了还说我有点 你不配养狗 你不配 忽然睁大眼睛盯着星巴 看着她浑身冒着烟还以为是气 赶忙劝她别生气了 闻言的星巴急忙低下头 看着自己的肤色越来越飞急忙 说出一句话 你一定要记得我 欣然误以为星巴是在说遗愿 忏悔着伸出手想要抓住她 你不要离开我 我什么都能阴你 一阵光芒散去 星巴又变成了二哈 欣然羞红着脸不敢正视星巴 为自己的表白感到尴尬 却不知道刚刚星巴的话并没有说完 她想说的是 你一定要记得我饿了要喂我呀 她是十三亿少年的梦中情人 就连吸血鬼对她也是朝思暮想 可女孩却偏偏喜欢上一条狗 被欣然害得颜面尽失的吸血鬼 来到女孩家讨要说法 却一口把她家的狗咬了 却没想到二哈竟然变成了人类 还把她痛点了一口 好回家的顾身闷闷不乐 她为自己输给狼人感到可耻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 欣然宁愿和狼人共处一室 也不肯屈服自己 一旁的王老律赶忙劝说她要紧跟时代 现在霸总的年代过去 还贴心地拿出一本追气攻略 现在追女孩子要宠她疼她听她话 还要学会做家务 必要的时候要做一下舔狗 王老律觉得这本攻略写得太好 情不自禁地把手搭在顾身的肩上 想得到认同 迎来的却是顾身强烈的反感 不仅用花瓶堵住她的肩 还用魔法把她甩到屋顶上怒视的 你胆胆再给我提狗这个字 我就废了你 吓得王老律赶紧转变立场 认为那种女人就是欠收拾 顾身被气得不断地重复着舔狗二字 脑海里出现欣然和二哈在一起话 还不断嘲笑她不配做舔狗 陷入疯狂的顾身暗暗发誓 一定要把那条狗杀了 而另一边单身多年的欣然 兴奋地抱着星巴来找闺蜜 她猜测闺蜜肯定知道什么 回想昨晚她提到狼人 她夫妻两人表现得过于淡定 可不管怎么敲门都没人理会她 欣然叹了口气 她知道高点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 但欣然昨晚也是为了不让她受到伤害 才出口骂她把她赶走了 确实如她所料 此时的闺蜜在屋内都哭成了泪人 见闺蜜不开门 欣然扯着嗓子大喊 我的狗昨晚变成了人了 闺蜜赶紧跑出来捂住她的嘴 让她小点声 果然和欣然猜测的一样 原来在某国早有了狗变狼人的嫌疑 而高点夫妇是特种兵 这才知道 欣然一进屋就宣布自己恋爱了 听得高点是直翻白眼 她的老公更是提出质疑 星巴才变为人一晚上又变了回去 这么快就恋爱了吗 欣然满脸娇羞地看着星巴在哪儿道 她不愧是我养出来的狗 一米九的身高 完美的肌肉线条 要力量有力量 要速度有速度 闺蜜听得直摇头 真不敢相信她俩昨晚发生了什么 看欣然还在那一围邮禁的样子 高点赶忙催促老公联系警犬学院 随后又给星巴测试了好多变身咒语 但星巴都没反应 看着星巴还在那儿犯着花痴 夫妻二人有点怀疑 星巴是不是单身多年 做了场好梦 但欣然很是肯定昨天都是真的 高点让她想想昨天星巴变为人 是不是中间发生了点什么 星巴想起她之前有被吸血鬼暴打 于是抱起星巴摔了起来 看着夫妻俩大呼大眼睛 但摔了好久都没用 又想起星巴被咬屁股的一幕 她含情默默地看着星巴 你是不是也希望我这么做 星巴被她的眼神吓得瑟瑟发动 看她的嘴型 就知道星巴说了四个字 聪明的你知道星巴说了什么吗 知道的可以告诉我 欣然咬了咬牙 只要星巴变回人 我愿意付出一切 话音刚落直接抱着星巴冲进了卫生间 不大一会洗手间传出嗷嗷的声音 还让星巴老实点 再试一次 时间过去很久 欣然终于把星巴放了出来 星巴直接气地说出了人话 我疼啊 欣然转过身吐出一嘴狗毛 难道是我咬的位置不对吗 单身三十年的高冷女明星 生平第一次谈恋爱 她的恋人就变成了条狗 为了和她长相厮守 女人想尽办法想将她变回人类 甚至都用上了嘴 但都不见成效 欣然只好听从闺蜜的提议 将星巴送去不正常狗子研究协会 闺蜜的老公刚带着星巴上车 就发现有人在跟踪 看来是有人在打狗的主 决定今天要和星巴一起 却发现欣然已经跟上了车 还嘟囔着不要和星巴分开 星巴离不开她 却被好闺蜜直接拽下了车 这才一晚上你就粘成这样 你要懂得小别圣新婚的道理啊 欣然这才放弃一起去的打算 但转念一想 她的帅气狗男友总不能变回人海鲁鲁鲁鲁 说着就喊着闺蜜陪她一起去商场 帮星巴去买衣服 还亲身替星巴是穿了好几件男装 幻想这些衣服穿在星巴身上 一定很好看 糕点第一次见欣然穿男装 忍不住夸赞这衣服穿你身上真香 没想到欣然却想成啊 男友的衣服上沾上自己的体香 可以增加恋人之间的耐久度 想想那画面都让人血脉喷张 紧接着欣然又去给她挑选战服 第一次给男生买这种贴身衣物 欣然只能靠感觉挑选 原本想着买大的懂比买小奥 但一想到她穿修身的款式 欣然就忍不住浮想年偏 要不是一旁的糕点及时给她的幻象打码 恐怕这段都不能过神 逛街时欣然突然看中了一件炫酷的礼服 玫瑰 铁链加尖刺 看上去不像礼服更像战袍 于是她果断刷卡买单 心想着穿这件衣服去收拾吸血鬼应该很帅吧 但就在这时 她的手机收到一张蓝牙照片 竟然是一辆豪车发生了车祸 而车牌号她记得很清楚 是张型的车 欣然立刻抬头寻找发送照片的凶手 扭头一看发现那对吸血鬼正在盯着她 眼里冒着骇人的光芒 手里还拿着手机在那叫嚣 这时欣然又借到新的图片 她心爱的星巴倒在血泊中 完全没了生机 你有没有爱一个人爱到疯狂过 哪怕她养了条二哈 都会使自己心生妒忌 疯狂到使用极端的方式 让她知道自己多么在乎她 却不敢承认自己多么爱她 看到隔空分享的照片 欣然意识到星巴已经惨死 一时间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但害怕怀孕的高点担心 她还要佯装没事 说自己只是咖啡喝多了有点心慌 但心里正在为无辜死去的星巴挽心 吸血鬼做事情不顾后果 欣然意识到自己至少不能连累高点 她必须尽快解决吸血鬼 阻止更多的悲剧发生 欣然突然站起来告诉高点 自己有点私事去除以 叫她别跟过来 然后就走到了顾生面前要借一步说谎 高点一脸吃瓜 这两个人什么关系 竟然要聊私事 只见他们找了个角落单独谈话 一见面欣然就质问她到底想怎样 顾生却理所当然地说 昨晚你没喂饱我 今天我饿了想继续 没想到这次欣然没有反抗 反而主动提出是不是自己听话 她就不会再行凶了 顾生答应她 只要自己正餐吃饱了可以不吃零食 但那条狗死得起锁 想到这欣然默默流下眼泪 她卑微地对顾生说道 管我错了 我再也不和你对着当 只要你以后不再行凶 你说什么我都听 欣然哭得梨花带雨的样子 让顾生想起了她的前世 一把拦住她的腰将其搂进怀里 轻易地靠近她的脖子 欣然还以为她昨晚没吃饱 要继续进食 没想到顾生突然将她的头掰正 深情地吻了上去 事发突然欣然都忘了将她推开 没想到自己三十几年的初吻 竟被一个侮辱她到极端的男人夺走 欣然宁愿死去 都不愿意这把 躲在角落吃瓜的高等 觉得欣然看上去好像不太乐意 准备上前阻止顾生 却被顾生的小跟班拦了下来 专业rap篮球出身的高等 直接一个过肩摔 把王老绿重重地摔在地上 你这个顾生的小跟班 我可是练习了十年半的练习生 谁给你的勇气敢碰我 王老绿被摔得头昏眼花赶紧求饶 机理太美 结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发现高点正在靠近 欣然担心高点会受到伤害 立刻伪装了起来 赶紧用力地回馈着顾生 又打手势叫她走开点 意识到原来小丑是自己 高点拾去地掉头离开 不知道顾生抱着 欣然砍了多久才肯放开 不会嫌弃她曾经和那只狗 撕混在一起 但从此以后你只能数 见欣然不回话还赶紧追问 是不是被她的浪漫感动地说不出话 欣然只好敷衍地回答是 经过今天这一吻她可以确定 顾生不仅把她当成了食物 她还爱上了自己 少女被吸血鬼鞋吃给踏身猴子 甚至杀了她心爱的狼狗男友 见她今天乖乖听话 这才放她回去洗干净等自己 欣然准备送高点回家后 就追随星巴尔去 她闷闷不乐的样子 被高点误会是为情所扣 劝她早点和刚刚拥吻的红毛小的分手 因为好的办法 就应该像她和张行那样互相成长 提到张行 欣然都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 因为自己的原因 张行已经死了 她刚准备宣布这个恶好 高点突然收到了张行打来的视频 屏幕中她和星巴都安然无恙 已经躲过了神秘人的追踪 欣然立刻躲过手机检查 这是不是提前录好的视频 看到星巴可以回应自己后 这才放下心来 但张行只露出半张脸 高点还在开玩笑 都是星巴太胖了 把自己老公都挤没了 张行慌张地赶紧挂了电话 愤怒地砸掉了手机 那个该死的光头 差点害她回来 刚刚要不是她行动够快 估计命都没了 还好提前准备了个模型狗门混过关 要不他们真的没办法安全到达警犬学院 此时得知星巴安然无恙 欣然的情绪瞬间正于转情 但她的计划还没结束 安排司机先不回家 转头去了脑科院 将几年前做过的问诊 按照抑郁症时一模一样的答案填了一遍 小故事都看出来 她是想护弄一张假的抑郁症证 医生其实也能看出这些拙劣的记者 但她确信 欣然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 而另一边顾身收到黑粉私信 对她人身攻击 气得整个人轻惊爆起 立刻回怼过去 殊不知这个黑粉就是欣然 她发这些话给顾身 就是想测试下她的脾气 果然顾身和她一样是自恋型人物 一旦自恋受损就会破绽版出 而刚刚拿到欣然抑郁症诊断书的高度 看到她情况这么严重 命令她立刻和顾身分手 却被欣然揪起脸 但说她不懂 自己现在的做法就是为了远离顾身 还一改从前对高点十分依赖的风格 叫她放心 我欣然会保护你 却被高点一拳头铺成了葫芦 还警告欣然 必要是我会出面帮你和红毛断 很快五天时间过去 星巴在警犬学院经过一系列检验 院长已经得出结论 她不可能是狼女 张行不幸 她可是亲眼见过星巴的再生能力 但院长反驳到那有什么意义 她连跳火圈和下游锅都不肯 简直就是废柴中的废柴 就连同类都看不起她 但张行觉得星巴毕竟跟着有钱人养分处优习惯 提议将她的主人接过来刺激一下 可院长坚持警犬学院是秘密基地 绝不能让外人知道 这时众人都举起了手 表示同意星巴的主人来到学院 一部分支持者是因为星巴可爱联姻 但大部分都想亲眼目睹下大名气 但没有院长的签字 谁都不能将人带来秘密基地 双方正僵持不下时 训练场上的星巴突然对着天空兴奋大叫 星然竟然出现在秘密基地上空 少女为了将二哈变成狼狗男友 不惜把她送进基地进行秘密改造 果然五天不见 二哈再次见到她尾巴都要摇断了 冲上去对着星然就是一顿疯狂铁士 不仅仅是她 一个穿皮裙的白富美突然出现在基地 惹得基地男人全都目不转睛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龙女神吗 好想做她怀里的二哈呀 都没办法让星巴变回人形 除了野兽断崖这个办法没尝试 但这底下都是凶兽 不等张行说完 欣然一脚就将星巴踹了下去 几个猛虎野兽怕什么 她的星巴连吸血鬼都不怕 不得不说这个女人是真狠了 都深夜了 张行还一直在等待星巴归来 她几次三番都想去断崖下面寻狗 都因为太危险被同伴阻止 终于凌晨时分 断崖中出现了一抹亮光 张行二话不说冲上去就要迎接星巴 却看见一名裸体少年 欣然啊 那个死女人在呢 她是真的狗啊 众人看着帅得过分的星巴 不敢相信这是掉下去的那只二蛤 但星巴此时只有一个念头 她要去K市找欣然算长 这个死女人竟然敢把我推下悬崖 但她忘了自己所处的地方是警犬学院 张行见她要抱走 直接丢出一颗控制球 宣布她必须经过学院考核才能回归社会 星巴不服在地上大喊 愚蠢的人类 我可是狼王 你们居然敢这样对我 换来的却是一大帮花吃鲫鱼的目光 她这是掉进了母狼窝呀 而另一边顾生刚刚结束了今晚的拍摄工作 竟然接到了欣然打来的电话 今晚是血不禁止发作的时间 她主动询问主人什么时候来找我呢 我都准备好了 顾生很满意她今天这么乖巧 但她没想到后面还有更大的惊喜 来到欣然在电话中提及的地点 竟然是加哥剧院 欣然穿着礼服 站在聚光灯下静静等候 这里是她找到的最像三千年前的地方 为了让主人愉快地进食 直接包场 顾生甚至被她的这些小心思感动了 已经在网上悄然打响 原来是欣然将顾生对自己的破和胁迫 全都写成小作文发到了网上 知道吸血鬼这个说法没人能接受 便改口说她喜欢角色扮演 对自己的心灵和身体上都付诸了暴力 还附上了前几天拿到的抑郁症确诊单 和一支留存的监控视频 这一闹这个渣男辛苦建立的形象全部崩塌 而此刻欣然还在歌剧院的舞台上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还祝贺主人收获百万子民 避万关注 不知道发现真相的顾生会不会直接杀了她呢 女人为了报复自恋男 不惜包下一座剧院对她表白 让她体验一次当王的感受 欣然恭喜顾生 即将在这个世界迎来亿万粉丝 顾生还以为她在说新剧的事 谦虚说到这些不值一提 我说过我迟早会占据这世界的一席之地 欣然还在拍她的马屁 说她谦虚了 她的潜力这个世界无人能及 顾生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掉入了欣然编织的大王 突然冲到她面前将她搂进怀里 欣然被她吓了一跳 强壮镇定地待在她的怀里 表现出自己十二分的沉谱 这样大的改变让顾生都不习惯了 叫她只要不像从前那样嚣张 自己都能原谅她 说着就低头准备给欣然拜戳戳 该死的电话却不时去的这个时候想起来 而且很久都不见挂断 欣然很是担心暴躁的顾生会为此发 没想到顾生却贴心地让她先去接电话 原来是张行打来的 说星巴一直吵着说 欣然今晚有危险要去找她 得知星巴变成了狼人欣然很高兴 但她果断终止这个话题担心被顾生发现 可她低估了吸血鬼的听力 隔着这么远 她也将两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那只该死的狗竟然还活着 下一秒顾生一把扼住了欣然的脖子 愤怒强调道 你竟然还跟那只狗有联系 而且是在我特许你成为我的伴侣之后 顾生看她的眼神已经变得辛苦 杀了她的心都有了 但终究还是舍不得下手 对此欣然早有准备 她按下手中的遥控器 这个歌剧院是全息投影影院 她已经将网上的骂声 全都投平在顾生眼前 嘲笑她不自量力 并且顾生引以为傲的男主角 也是欣然特意安排的 就是为了让她尝到万众瞩目的甜头 再将顾生自傲不堪的行为公布于世 让她长长一夜从顶流变成小丑的感觉 粉丝的骂声被欣然制作成语音 全影院环绕式播放 这个举动彻底将顾生激怒 很快欣然就感受到脖子上的涂腾在燃烧 第三次血不尽致来了 但这次的痛苦似乎可以忍受 看来是顾生被自己戳痛的几两 已经变得没胃口了 欣然趴在地上对顾生破口大骂 自己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王 被她害得跪地求饶 今天她也要让顾生体会一下射死的感觉 歌剧院的噪音 已经超出了顾生可以承受的范围 她意识到在这样下去 自己会失手伤害欣然的 赶紧推门逃了出去 就被刺眼的红外线瞄准 一大群警察在门外等候多时 警告顾生举起手来 本就心情不好的顾生懒得跟这群人废话 抓起一名特警直接来了一顿快餐 情急之下后方的警察直接射击 难道今天顾生真的就要栽在欣然手里吗 少女为了获得一只狼系男友 将家里的二哈送去秘密改造 没想到这货变成狼人的第一天 就迷上了看片 挺过第三次血不尽致的欣然 在地板上缓缓醒来 回想昨晚发生的一切 如果这次没能将顾生逼到发疯 那死的肯定是自己了 自己一个顶流明星 竟然需要用这种肮脏的手段 想到这他就觉得好累啊 人间不值得 这副垂胸顿足的样子 让赶来的张行一脸猛逼 星巴说他有危险 难道是蛇精病犯了吗 欣然虽然觉得很尴尬 但想起星巴醒了 又立马兴奋起来 立刻换好衣服跟着张行去探望星巴 马上就要和自己的小狼狗男友见面了 想想还有点小羞涩 一直在车上检查自己的妆容 这时张行突然问起 星巴说有吸血鬼是真的吗 还叫欣然有困难可以跟他说 但告诉了他就等于告诉了高子 为了保护怀孕的高点不受刺激 他选择继续隐瞒下去 仿称是自己前男友喜欢角色扮演了人 抵达秘密基地后 欣然表示想通过监控 先偷偷看星巴一眼 他可不想在其他人面前 表现出感动落泪的一眼 此时星巴正观在笼子里背对着他 咀嚼的侧脸看上去好可爱 但下一秒 星巴回头嘴角露出一门鲜火 吓了星然一跳 他安慰自己星巴只是在吃生肉 决定再看一眼 这次却发现星巴正津津有味地看动物百科 手上还在做规则运动 欣然立刻从监控室跑了出来 他眼睛都要辣没了 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觉得下半生的幸福有保障 而另一边正在削土豆的星巴 似乎感觉到星然的气息 但想想又觉得不可能 他昨晚肯定被欺负 怎么可能一早出现在这了 他看着盘子里吃剩的火龙 不知道星然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觉得自己真不是条称值的好本 就在这时张星打开看管室的大门 告诉他星然来了 星巴立刻把凌乱的头发整理好 为了面子还把拴着他的锁链弄成了项链 更是把殉岛求藏了起来 看到朝思暮想的女人靠近笼子 星巴想伸手摸摸星然的脸 却被他躲开 孤空的星巴立刻露出失望的可怜表情 见星然一直盯着自己不说话 星巴突然意识到 他一定是被自己帅傻眼了 星然看似镇定 其实已经被变为人的星巴迷的神魂颠倒 不然他想起之前张星给他的咒语 只要按着纸条上面的去 星巴就会变成他的专属王子 他又默念了一遍主仆咒语 用醉撒的pose念起了咒语 爱你孤身走暗象 爱你不跪的母亲 却没想到这个举动竟然彻底将星巴惹没了 但星然他们不知道的是 吊想咒语对狼王起效果 需要念下一段才能完成 屏幕前的你知道吗 快点评论区告诉星然 他都急患了 二哈很小的时候就被做了绝育 却因祸得福变成了狼人 还被非正常狗子研究学会招生 这些老色批得知星巴的主人 是个肤白貌美的女星后很是羡慕 天天逼着二哈去看动物片 还给他很多土豆让他去解忧 这天是星然看望星巴的日子 国外的教导主任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不怀好心地给了个假主符咒语 上面用拼音写着 给我看看你的下面 不知情的张行接过咒语转交给星然 告诉他只要念完这个咒语 就能增加犬类的寿命 这样他就能守护你一生了 星然看着变成狼人后的二哈 是那么的帅气那么的阳光 一时间竟然泛起了花痴 差点把正式忘了 为了自己和星巴的性格 星然拿起咒语开始念了起来 给我看看你的下面 却没想到咒语不但没起作用 还彻底激怒了星巴 你在胡说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羞耻吗 星然一时间还没适应星巴现在的身份 还把他当成二哈 见到他竟敢吼自己 一把抓住他的衣服 你别乱狗废 乖乖听话我给你骨头吃 说完后才意识到自己言行的不同 可怜的星巴此时已经是泪眼婆娑 张行剑主仆咒语无效 告诉星然既然星巴人形化了 就该尊重他 然后递给星然一个遥控器 用训导球去制服他吧 既可以控制他又显得体面 星巴看着星然手中的遥控器害怕极了 原来星巴为了体面 把训导球藏在了钉上 星然开始认怂地解释着 你不是已经看过我的了吗 星然还是舍不得用训导球 又一遍念出了那个咒语 心中祈祷着星巴快点变成自己的王子 星巴听得满脸羞红怒之道 我醒过来是为了保护你 不是为你做那些羞辱的事 星然认为星巴说的是 当自己的王子是件羞辱的事 愤怒地按下了遥控器 看得张行一脸猛逼 链子不是在脖子上吗 他怎么一直捂着屁股 星然见他痛苦的样子收起了遥控器 下了最后通牒 即使你变成了狼人 我依旧是你的主人 我再念一次咒语 你不要不知好歹 星巴见星然执意如此 害羞地让他离他近点就答应 一边行动着还娇羞地说道 我只给你一个人看 看得星然顿时蜡烛了 星巴则是一副小媳妇的样子 问星然看得是否满意 没想到迎来的却是星然无情的戳戳 还指着倒地不起的星巴破口大骂 本着书能忍审不能忍的原则 星巴彻底愤怒了 但只敢背对着星然愤怒 也许这就是舔狗的日常吧 为了挽回点面子 星巴没有底气地说道 你再不尊重我 我就吃了你 星然想不到自己心爱的男人 也要吃了自己 脑海开始浮现自己被吸血鬼羞辱的画面 星巴接着说道 我要吃了你的口红和卸妆水 你就等个闷逗逗吧 本就有忧郁症的星然 完全陷进了恐惧的画面 星巴后来说的都没听到 直接晕了过去 星巴看着晕倒得欣然很是自责 大声喊着快放我出去 但根本没人理会他 可这个笼子真能困得住星巴吗 吸血鬼遭受网爆竟然也会一梦 甚至血不思泛不响 就连昨晚身上的枪伤都无法快速恢复 只能依靠着纱布包扎艰难维持 满脑子都是被自己心爱的女人伤害的话 健壮的王老绿手捧拖牌 送上一杯82年的鲜血 苦苦哀求到我王宁就多少吃一点 这样才有利于恢复 吸血鬼故身颓废地趴在电脑屏幕前 迷茫问世界上的人都讨厌我 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 我不配 这一番冤肿发言 直接将王老绿整个无语加猛一 嘴上安慰着我王宁千万别这么想 另一只手马不停蹄 直接打给了蛇精病院 要求预约心理专家 顾身器的连滚键盘 将显示器都打了一个网口大的鼓 更加身无可恋 王老绿见状赶忙上前 表示我王醒来不过数月 不适合现在社会很正常 您刚在这个世界苏醒我就跟随您 真正的您不像网上说的那么坏 可显然他并不是安慰人的好手 原本还在椅子上端坐的顾身 听完这话已经飞身漂浮在落地窗檐 呢喃都是我的错 我不配 王老绿看到这一幕直翻白眼 这架势难道是要跳楼自杀吗 可哪有吸血鬼会被摔死 不然顾身满脸绝望地闭上眼睛 直挺挺向后倒去 王老绿下巴差点没掉到脚面上 大吼我王别自询短见了 况且这样你也摔不死 顾身听得死不了三个字 瞬间思念起过去的欣然 思绪回到了三千年前 你知道那个奴隶1467吗 已经在这座古堡里自杀无数次 古堡里所有人类都老老实实的 就他整天想逃 据说好像是小时候溜进书店 读过几本书便开始有了自尊 每次自杀后 都会被不同的吸血鬼注入复活毒液 由于体内毒液过多 不管怎么死都会再次复活 就算在吸血鬼中也是怪物般的存在 不愧再有吸血鬼血选他作为专属能力 但1467是不死的怪物 他的血对吸血鬼有致命的吸引力 没有吸血鬼肯要他 但也没吸血鬼肯放弃他 可这女人并不甘心 他故意闯入王的房间 被身为王的顾身看上了 顾身不顾陈鸣的耻笑 把他留在了身边 甚至把他当成妻子那般疼爱 想和他相守一生一世 可没过多久1467就被狼人抓走了 顾身冒着生命危险 顾身前往狼人的领地去救心爱的女人 可终究寡不敌众被狼人擒住了 顾身放下尊严苦苦哀求狼王 把那个女人还给自己 他愿意为此付出一切 得来却是狼王的一阵嘲笑 扔给他一件带血的衣服 原来那个女人是你的呀 但我没办法还给你 因为我把她吃了 顾身的回忆被拉回现实 看着周围急速下坠的景物 他低声细语 你每次自杀时也是这么绝望吗 也是因为跟那个世界格格不入吗 想到现在的欣然顾身念力发动 羞的一声月回阳台 王老绿赶紧产妹端上血液 担忧到您因没有进食 基本失去了自愈能力 再这样下去真的会死 顾身此时心情意外的大好 冲着王老绿勾了勾手指 瞄准王老绿的脖子狠狠咬了上去 对方嗷嗷惨叫 顾身却不管不顾 吃饱喝足后还不忘脆上一口 王老绿你怎么这么难喝 真是个脏东西 随后顾身身上的伤口快速地愈合 换上帅帅的西服准备去找欣然 我才不会像你当年丢下我一样 丢下你 天哪就连狼人竟然也会一梦 而且后果十分可怕 与午夜忧伤吸血鬼不同 不光战斗力爆表 轻而易举撕碎了铁龙 还炸毁了夹锁迅导球 造成大量人员受伤 而这一切 仅仅只是因为他的主人 欣然患有蛇精病晕倒 被研究人员 关在铁龙内的星巴木自御立 大吼要求放自己出来 自己的速度最快 三秒内就可以将人送到医务室 可研究人员却认为 没有受过控制力量训练的他极其危险 不予理会 星巴直接发狂 冲破铁龙窜了出来 冷冷表示 你们真的以为这些东西能困得住我吗 不过是全靠欣然的面子 欣然恍惚间 看着音讯导球能量波受伤的人员 不敢相信这些竟然都是星巴干的 心中自责不已 都怪自己非要把乖狗活变成怪物 星巴见欣然醒了赶忙跑过去 要求自己抱着欣然去医务室 张行措辞激烈劝星巴冷静 你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量很危险 你就别添乱了 星巴也针肩对脉盲 没有丝毫退一回怼 理直气壮说自己也是为了着急救人 再说谁知道你们那鬼东西会炸呀 本来就是你们强行关押我这个狼王在先 张行却说现在不是吹牛的时候 这时欣然掏出训导球 直接开到最大档位 准备强行控制狼人状态的星巴 整个犬类训练基地 瞬间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如同白昼 闪光过后 整个基地大厅内一片狼藉 到处都是能量冲击产生的碎片 基地人员晕倒一地 欣然终于悠悠醒来 支支吾吾问道你们还好吗 还能动弹的人员撒腿就跑 就连张教官也直接躺平 无奈表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已经无法无聊 星巴冷笑两声 落寞到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 欣然被过身冷冷命令你变回去吧 我不和猥琐的怪物谈信任 星巴怒目原争辩解自己不是怪物 不是你想让我变成这样的吗 你把我倾脚踢下山崖 我和真正的怪物厮杀了一晚上 才能这样出现在你的面前 欣然脑海中翁的一生 恍惚间仿佛看到了另一个星巴 双眼忧虑獠牙尖锐 癫狂宣布自己不是怪物 而是来拯救你的 他心中迷茫自己 为什么可以看见两个星巴 可对方已经步步紧逼 将他抵到了墙角 欣然缓缓开口 表示不需要你拯救了 自己已经解决了他 星巴冷哼一声可笑 那家伙不是人类可以对付 随后声线压成你手机音乐列表 第一个男星的声音 很是雌性的说道 不要勉强自己 把吸血鬼交给我处理吧 随后趁着欣然不注意 一把抢过他手中的遥控器 看你们还怎么控制我 要不说星巴能当狼王呢 果然是真的狗啊 这时张行拿出手机赶忙打圆场 看着欣然的诊断证明提醒道 你现在情况不容乐观 你是不是蛇精病啊 经常出现幻觉 今天吃药了吗 星巴二人听到张行的话都呆住了 欣然开始想刚才的事情 莫非今天看到星巴那些令人不适的景象 都是自己一想出的吗 星巴短暂震惊后露出了极尾狗的表现 拍着腿哈哈大笑 你太欺负狗子了 张行都看不下去了 还殷勤地拍着张行的肩膀 感谢他站在自己这边 我早就怀疑他有病 只是不敢说 欣然愤怒了直接对道 你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狗而已 看着伤心的星巴 欣然还捕捣着你有什么资格应用 你不是我养的狗吗 是假的吗 欣然话还没说完 星巴就把遥控器还了回去 此时星巴的背影显得很是落寞 他愿意听他的话变回去 但变成二哈他的寿命最多也就十几年 没几年就会老死的 这是我见过战斗力最强悍的女人 竟然直接物理驱魔 用电棍将吸血鬼电了个外焦里嫩 还交上汽油准备来一场无害化初误 这一切只因他的狼人小男人 在犬类训练基地发狂伤人 欣然生怕星巴成为第二个像固身那样可怕的怪物 也害怕自己的错误选择伤疾无辜 就独自一人走了 把星巴留在基地继续改造 欣然刚走不大一回 校长就听说消息急忙忙地赶来 解释着星巴发飙是有原因的 那个国外的专家听说星巴绝育不 而且他的主人还是个美人 给了个假的咒语 说是为了女主人好 星巴听到这里忍不住的颤统 原来是自己误会了星人 张行好奇地问校长上面写的是什么 校长神神秘秘地说道 让我看看你的下面 此时的星人已经在回城的路上 回想起犬类基地内 星巴蹲坐在地上表示自己变回去 不过就是一只犬龄13岁的哈士奇 用不了几年就会老死 那落寞的样子真令人心疼 欣然暗暗决定 这次若是回去之后一定要向他道歉 但现在吸血鬼又开始行动 人命关天必须先解决当务之急 他必须要一个人面对恐怖的吸血鬼 与此同时 吸血鬼故身已经在公司中 与马贤超商讨如何对付星人 并解决舆论公关 和马贤超这个混蛋 居然对自己的妓女起了不轨之心 想要时时不轨 并拍下视频记录作为威胁 他说的眉飞色舞 却没有注意到一旁的故身脸色越来越短 片刻之后 欣然已经来到会议室门口 虽然有勇气独自一人前来 但还是迟迟不敢打开那扇门 心里想着要不要把星巴喊来 可刚刚从张行发来的短信得知 自己念的咒语是假的 居然还是那么羞耻的话 哪还有连喊他过来啊 想到这里欣然不得不鼓起勇气 拧开把手推开大门 可里面的景象却令他惊骇不如 只见顾身单手将马贤超提起 一股股清晰的血流涌入他手中 肥胖的马贤超不过转瞬间 便被吸成了干尸 欣然吓得花容失色 忍不住大声尖叫起来 顾身冷冷开口 欣然我本以为他有意撮合我 但他竟然对你有那种想法 你可是我的人 感谢我吧 帮你杀了这无耻济腹 看着浑身发抖的欣然 顾身很是失望 难道你这一世没见过干尸吗 说着就把马贤超丢出了窗外 并拖着欣然往窗户边走去 欣然强行鼓起勇气 可以开口却变成了求饶 别杀我我是来讲和了 有话好好说 陷入疯狂的顾身 哪里听得进去这些 他目光心红 悠悠表示我怎么舍得杀你 你不是喜欢玩曝光吗 让楼下的记者拍到干尸和你 我相信大明星杀害记者 肯定能上热搜 欣然我是真的爱你 这样的话你和我一起射死 你就会回到我的身边 欣然沉默不语 一动不动被压到窗口 随后突然大喊一声星巴快点上 顾身果然被吸引了注意力 猛然转头 生怕遭受到狼人的背后偷袭 欣然立刻趁机掏出 藏在包内的电柜 狠狠捅在了顾身的脖梗 瞬间对方倒地不起 他立刻将人拖到了 远离窗口的地毯冰心 果觉浇上一桶汽油 怒吼着老娘才不要和你一起射死 你学什么不好 非要学障碍家族说情话 学又学不好 做又做不好 本以为用不到这招 这都是你逼我的 说罢便把燃烧的纸卷扔了下去 橙红色的火苗跳动着 宛若死神之连 毫不留情地直直落了下来 这个女人为了彻底解决掉吸血鬼 竟然从八百米高的摩天大楼上一跃而下 甚至还浇油点火 路烧吸血鬼 不可一世的顾身直接被点成了恶灵骑士 发出了狼狈的惨叫 大喊着快拿水给我灭掉 欣然拿起手机一阵猛拍 得意表示没用的 这座大楼里所有可以扑灭汽油的东西 都被我提前找人卸掉了 你死路一条 顾身狗急跳墙 怒骂一声疯女人 随后猛然窜起 狠狠一拳将欣然打飞 一口咬住小腿吸食血液 欣然心中惊呼糟糕 低估了这怪物的能力 刚刚应该直接逃跑 很快 顾身头上的火焰便消散下去 欣然趁其还没缓过神来 一个飞脚将它踢到一边 随后立刻拉开门夺落而逃 但吸食了大量血液的顾身 已经恢复了部分能力 一阵红光闪过 瞬间移动到了楼梯间 鹰鞋问道你想去哪里 欣然冷汗直冒 只是觉得无尽恐惧袭来 大叫着星巴救命 顾身脸上的伤口正在缓缓愈合 念叨着你为什么要信任狼人 难道你忘了上一世是怎么死的吗 你本是不死之身 却被他们吃得连扎都不剩了 欣然哪里还敢停歇 一个劲得向楼上奔跑 体力近乎耗尽 可顾身仍然在后方不紧不慢地跟着 我对你那么好 可你宁愿给狼人当口娘 也不愿意留在我身边长生卫生 此时欣然已经冲上了天台边缘 紧紧靠墙的他没有任何退役 顾身的身影从后方出现 一脸忧伤地抱怨着 我宁愿相信你是被抓去的 可他们却告诉我你是自己上门的 你接近狼人现在还活那么好 是不是你把自己交给他了 感觉头上变绿的顾身发疯地咆哮着 身为我的奴隶竟胆敢如此背叛我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今晚与你一起长眠 欣然眼泪滑落 大喊着我不是奴隶 这辈子我学习健身工作 不是为了成为谁的奴仆 不是为了成为谁的附庸 更不要跟你死在一起 顾身勃然大怒 你不要再说了 随后立刻发动了血脯禁止 欣然眼泪缩脖顺水推舟 用起了备用方案感情细 询问起对方有没有爱过自己 并已死向逼 威胁顾身若是三生之内 不解除血脯禁止 自己就从楼上跳下去 说罢便爬上了围墙 顾身已经傻眼 却仍然还在嘴里 见顾身一副吃情舍不得的样子 欣然知道自己成功了 只差再逼一逼他 煽情地说道 我的王再见了 到最后你还是不懂我 说罢便向楼下道去 就在双脚离开天台边缘的最后一秒 脖子上的血脯印记缓缓消散 既然顾身那么在意欣然 那一定会用念力接住他 可顾身却伸着手旁奔过来 此时的欣然还在下坠 他知道自己赢了 可顾身这个时候不使用念力去接他 是在开玩笑吗 顾身最终还是没来得及去接他 看着坠下楼的欣然顾身悲痛万分 为什么我的念力突然失灵了 仙君一发之际 星巴终于赶到 起身飞跃一把抱住了欣然 抱着他直接飞到了楼顶 嘴里还心疼地埋怨着 你疯了吗 你在做什么蠢事 看着狼人的出现 顾身终于明白了 自己的念力是被狼人压制了 顾身大呼不妙 随后直接被星巴一拳砸到脸上 星巴就这样抱着欣然打着吸血鬼 从楼顶穿过楼层一拳打到了一楼 星巴看着奄奄一息的吸血鬼 终于放心了下来 回头看着欣然腿上的牙印 轻轻地为他聊着伤 劫后余生的欣然看到星巴后 感动地流出了泪水 必把抱住了星巴 星巴对不起 我不该不相信你 我再也不要你离开我了 星巴轻轻地拍着欣然 他发誓自己再也不会离开他半夜 两人相拥时 属于他俩曾经的记忆慢慢回放着 三千年前 星然从顾身那逃出来 就和星巴相恋了 星然知道顾身肯定会来找自己 特意让星巴告诉顾身他被吃掉 感谢大家的支持 第一季完结了 原漫画更精彩值得去追